各位早安,又來到智庫通環球直擊的時間 今天繼續請來兩位股會專家 跟我們看看環球的經濟情況 輝哥早安 早安… 早安,Aaron 早安,兩位 早安,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出了很多經濟數據 有些很驚嚇,但有些似乎很驚喜 Aaron,其實中國跟歐美的數據 都頗不一樣 是的,只是疫情消息也好 中國好像最先要受控 或者有少許希望回復正常化 但歐美那邊,尤其美國這段時間 比較多驚嚇的數字 你見剛剛上星期公佈了 首次新令失業救濟金人數 其實連續兩個星期都是飆升 而且是倍增 即是說倍增是由300萬到600萬以上的人數 反映疫情也未受控 我想現在市場仍然在兩大因素上困擾 一邊就是對經濟的前景比較悲觀 另一邊就見到環球央行盡力去放水 似乎大家在憧憬 有些資產價格可能會爆升 所以在兩大因素之下 就暫時先休息一下 但如果整個市場那麼快就由跌轉升 其實似乎就不太合理 因為你就算看金融海嘯 當時都花了半年時間左右 會否一個月就完成整個過程 似乎就好像有點過分樂觀了 輝哥那些數字 美國那邊有沒有嚇到呢 美國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大家沒有預計那麼多人失業 現在兩個星期加上一千萬 這個對於美國整個整體經濟 美國政府的壓力很大 但是市場不是太擔心 因為覺得你越壞的政府 或者聯儲局會做多一點的政策去扶持 不過剛剛Aaron說了 就是不會說真的跌下來那麼快 會重新的 你要疫情受控之後經濟起動 我相信真是半年 甚至可能九個月 即可能去到第四季 才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增幅 除了這些數字上的出來 被人出人意表之外 其實商品市場當中的波動性都相當之強 股、商品 這些大家可能集以為上 那麼就鎖來鎖去 Aaron想問一下 匯市那邊有沒有哪些貨幣 其實可能都是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其實匯市相對地的波幅 當然沒有商品股市那麼大 始終你說的成交量其實都大 即市場深度是夠的 那麼平時一天的波幅可能是1%左右 都算是一個大的波幅 那麼相對地 我想你見美金這段時間 都有大起大落的走勢 曾經就因為大家搶美金 即是拿現金就叫做美金 搶到上去103的水平 但是下一個星期又立即跌倒下來 我想那個波幅也一樣是有一個越來越闊的趨勢 但是如果你見到這段時間 可能例如舉例人民幣 都是有一個壓力在 我想我自己看的人民幣 暫時都不能過份樂觀 其實其他的外幣 都沒有哪些特別有兩點 但是人民幣似乎 一方面當然是疫情的變化 就算中國自己的經濟開始回復正常化也好 你看歐美那邊的訂單都切了 其實需求都是比較弱一些 另一方面我想更加令人擔心 就是美國經濟如果轉差的話 特朗普在總統選舉的 選舉工程上會有甚麼招數呢 會不會又要將市場的焦點 轉移一下視線 可能中美貿易關係 會不會又有少許波動呢 因為一旦中美貿易關係緊張一點 其實人民幣會有些壓力 所以我想這段時間 人民幣本身未必有一個大升條件 但是要提防有這樣的風險 可能就會在低位繼續徘徊一陣 那綁呢 綁的話當然繼續是 歐盟和英國之間 脫歐談判上的進展 和英國自己的確診數字一樣都算是誇張 和它的評級又被評級機器下調了 前景就不算特別好 但是當然它在低位上 35年低位總是有些支持者 是想長線吸納的 有些需求 但是彈到差不多 例如1.27 附近這些水平 其實阻力都頗大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看到這段時間 英磅的話 其實我相信 歐洲那邊的經濟不好 可能會對英磅多了少許優勢 即是在談判上 會不會大家都不想兩敗俱傷 所以這個就可以繼續關注一下 所以我自己看英磅 還未得第二季 可能還要試一試低位 打底之後 如果真的穿不到上次的低位 才開始慢慢拿 還可以有耐性等一等 不過說英國的話 就要跟輝哥說一下 其實一想起英國 我們就想起香港有隻小獅子 但這隻小獅子上個星期 就變成了一隻小貓仔 股價的跌幅相當之急 匯控不派息 亦都傷了很多股民的心 其實這個可能大家都沒有預料到 但現在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接下來 香港銀行的前景又會是怎樣呢 其實整個金融行業的前景 都一般的 但是匯控不派息 當然因為大部份 很多老一輩的股民 就是匯豐收息 用來做日常的開支 現在不派息是有影響的 這個最麻煩就是 令到有一些基金 或者減持匯豐 所以上星期匯豐都有些沽壓 但是金管局就說了 香港銀行 他們不會說不派息 買匯豐就買恆生 所以你見到恆生這兩天 上個星期都會好一點 內銀也派息 那你就留意一下 你真是退而求其次 現在一手匯豐 換不到五手工行 之前換到的 如果真的要長期收息 你就一定要轉移到內銀 但是整體來說 現在這樣的行程 金融業是困難的 即你是指以這些金融 即其實金融行業都過氣了 你不如想一下 真是都是ATM 亞利亞或者一些新的科技公司 好過去買這些傳統的金融 就不要像過往的單一想法 就是覺得 其實無論本地銀行股 或者內銀也好 其實息率相當穩定 現在是否可能需要 顧及這一方面的一些改變 2008年金融海嘯 匯豐和騰訊 十年之後你見到 匯豐沒有氣息 騰訊變成了股王 好了 2020年現在這次這樣的浪潮 你不再去想一下 真是可能你買過5G 5G的發展比起匯豐更好 那你就退而求其次 買一些5G概念的股票 所以這個其實就 又要去尋一下保 雖然環球的經濟情況 都不是說真是很理想 但不是說所有股票都不是 好了 今天也多謝輝哥 以及Aaron的一些分析 不過輝哥剛才也說了 好幾個板塊的股份 有沒有說拿著哪一隻 匯豐我有 5G沒有的 5G暫時沒有沽了 剛剛做幾天 希望之後再派息 或者派息多一點 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是關於環球的經濟情況 以及現在的經濟數據 出來了之後 應該怎樣解讀 對於股會 甚至乎商品市場 走勢有甚麼影響 大家要繼續留意著 至乎通逢星期一的 環球直擊節目時間 除了股票市場以外 衍生工具市場要怎樣播主 立即聽聽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 Facebook的Fam Page 大家記著都要支持一下 Là Facebook Facebook